大家好,我的視頻裡面很多有關於新加坡政府主屋的影片 那之前我也去開箱過可以BTO跟政府申請 如果你是35歲未婚 你可以用很便宜的房價跟新加坡主屋局申請 我的朋友是用14萬的新加坡幣 加上他的CPF 加起來可能是350萬台幣 然後前幾個禮拜去一個朋友家 因為他是買了freehold 就是不是99年的地契 就是整個房子是屬於他的 然後那個房子也是花了不少錢 今天剛好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的工作薪水超過7000塊新幣 他是一位副駕駛 然後他只能在公開的市場上 買到就是我們說resell的HDB主屋 我覺得這一點新加坡政府還蠻公平的說 如果你的收入到達一個程度 也表示你有比較好的經濟能力 可能就拿不到政府比較多的購物金貼 這在台灣應該叫做排富條款吧 還有主屋對交通的方便性也很注重 例如說你住在比較獨棟 比較郊區的地方 政府就認為說你可能會有車子 所以可能只有公車會到達 班次也不多 但是如果你住在主屋附近 相對的交通就會便利很多 他的主屋還沒有什麼裝潢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原本房子的樣子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比較舊的主屋 看電梯就知道了 這個是他主屋附近 來看一下環境骨魂 在新加坡你是不用擔心沒有停摧位 所以你其實可以買這個黃金貼 對 我不知道你明明明 我問你為什麼可以買黃金貼 其實你可以吧 對 我問你 對 所以這個 好 所以你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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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上次有做个影片有关于这种直接丢下去的 很多人说其实这是旧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蛮方便的啦 我自己认为 然后这就是新加坡很有名的晒衣服的 可以把晒衣杆延伸出去 非常好的设计 接着来参观房间 新加坡政府主屋的五房室是包括三间房间 还有包括你的客厅 还有读书房 所以这是五房室 它这个房间前屋主设计的有点奇怪 就是不是方正的 但是蛮通风的 然后新加坡规定是说 你如果买了这个resale房子 你是不能完全把整个房子租出去的 就是说你本人要住在里面 你可以租出去其他的两间房间 最近就是有人违规在五年之前 把整个主屋租出去 然后被政府收回的 所以在新加坡 这要小心不要做违反政府规定的事情 现在来看储藏室 这个储藏室不是防空的避难场所 因为它没有通气孔 但是一般如果要把什么大的行李 还有一些家里用不到的东西 可以放在里面 还算蛮宽敞的 接着是主卧室 主卧室也是装潢好的 通常是附有卫浴设备 这个前屋主好像蛮喜欢这种黑色系列的 然后这个是他的卫浴设备 来我来演一下房仲 什么介绍房子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来跟我进来 你看这个木地板 搭的多好 这个房间纵身又很长 可以摆两个床 然后有电风扇 冷气也装好了 来注意看 通风光线都很明亮 外面风景也不错 视野很好 这里可以摆个衣柜 或者是书桌 整个用起来非常的棒 如果这个房子要租出去 肯定会有很多人有兴趣的 接下来我想说这个影片最大的重点就是他的父母其实就住在对面 所以是四公里之内 在新加坡这个政策就说如果你愿意跟父母住的很近 你们可以就近照顾的话 新加坡政府是会给你两万块的补助 等于47万台币 这样可以让整个家庭的邦定会更好 然后有什么疾难救助的话 自己的家人就在附近 不但可以互相帮忙 也可以减轻政府在整个社会网 中的支出 我觉得是用小钱来创造一个很大的利益 跟对整个国民很大的帮忙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应该学这样的政策 我想很多国家的人民应该没想到说 居然我跟父母住的这么近 还有实际上的利益 当初想到这个点子的官员正是太令人佩服了 这几个月来参观了很多政府的主务 我觉得新加坡的房屋政策 真的是需要很多国家来学习的 他们永远走在前面 让很多没有办法轻松拥有房子的人 应该会羡慕不已 谢谢你观看这个影片